我們剛剛講了24小時之後呢 萊豬就要進來了 對不對 為了這個萊豬的問題 那台豬怎麼辦呢 有標章啊 不論是攤販也好 這個豬肉飯也好 他們都要趕快努力做這個標章 其實呢 在之前 這個蝦皮網站就開始賣什麼 臺灣豬標章的貼紙 也就是說連貼紙你都不用做了 你上我去買 有人可以幫你做好 賣給你 好厲害 那這樣子哪叫認證啊 這認證有問題好不好 我如果把一次美國做買 臺灣豬標章 你讓我貼在上面 所有人認為那就是臺灣豬 臺灣豬啦 就搞錯說蝦皮在認證 蝦皮賣家認證你 是 而且更瞎事 這個貼紙怎麼 你就是隨便滑滑手機 你就可以買到這個貼紙 然後就到處貼了 就這樣子啊 蝦皮幫你認證啊 就是剛剛立剛講的嘛 要農委會來認證才對啊 你知道因為鋪天蓋地的 都是這些標章 於是有一個人就說話 你知道這年頭不要說實話 你這個笨蛋笨蛋笨蛋 人說實話 這個畜產會 畜產會管什麼 就管這個臺灣豬標章 這件事情嘛對不對 畜產會的王忠樹就說呢 這裡面主管就說 不對啊 這樣子不對不行 要舉報的 這個我們要 可能要處理的 所以你看畜產會 他這個說實話的 因為畜產會 他在管的就是這些豬肉啊 因為他們覺得 你鋪天蓋地 這麼多的貼紙標章 請問這不是政府機構發的 這樣隨便就到處貼 這樣對嗎 他說的是實話 可是你們也知道 從2020現在走到2021 最害怕就是說實話 你知道說實話的下場嗎 我就不用列舉了對不對 說實話的人 很多人現在都消失了 都不見了 那我現在開始也不敢 可是從小老師教我們 不是要說實話嗎 老師教 歸老師教 民進黨教你是另外一件事 民進黨告訴你 你不要說實話 說實話會死人 你傻啦 死人他會消失 說實話基本話 你就是罰三萬嘛 然後停職黨權三年 這都是最輕的處罰了 有些說實話現在不見了 王忠樹不就說實話嗎 那結果怎麼樣了呢 閃掉了不是嗎 聽說 不好意思 這是知情人士透露說 可能就調回去 農委會擔任一些非主管職 幹嘛這樣啊 人家前面 講那句話為什麼會閃掉 那是因為當他說 這個這樣子不對的時候 有人說話了 陳吉仲就講 來這裡我就要演一下 當這個王忠樹說 這樣不行喔 不能隨便買貼紙對不對 這樣是不對的 有舉報就要處理了對不對 感覺是大聲說 來 怎麼會不對呢 來 陳吉仲就說 自製的標章也算數 不違法也不會特別查查 哎呦 怎麼那麼奇怪 不違法也不特別查查 所以你意思說可以喔 怎麼跟這個人講話不一樣呢 等於有點主管打你的臉對不對 對 接下來正大的主管又來了 來 誰誰誰誰 通常跟大家講法的不一樣 來囉 方丈出現了 這個自己寫的或下載的都有效啊 哈 好怪喔 你們在講什麼 自己寫或下載都有效 那你意思就是說 我等一下可以在這個電腦 這個小畫家上面我畫一張圖 然後我也可以把它印出來 印出來的時候 我就在蝦皮的賣家 我可以看到賣家 來賣這個圖 可以賺這利潤了對不對 你剛剛蘇大院長已經講了 這是根據史安法規定的 也就是呢 其實你本來就是要標示你的這個 你知道肉品的來源嘛 所以怎麼做都沒有關係啊 你自己寫或下載都會消 那蘇大院長你這樣講對不對 好囉 那我就在這個電腦上弄一個好大好大的豬 然後上面就寫說我最棒 我最厲害 好棒棒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你自己說自己寫的都有效嘛 對 對不對 我說台灣豬好棒棒 應該OK啊 沒問題 這搞什麼 你知道嗎 都是因為你們這樣標準不一 就造成你知道有些豬肉攤啊 光是他一個店面呢 他可能可以貼十個標章以上 這太扯了吧 你不是說都可以好棒棒嗎 我就貼啊 好 我們現在來連線這個 楊智良前署長 署長想請問一下 目前我們看到這萊豬進口 看來這個態勢 已經根本是不可能擋得住了 可是怎麼居然連這個 臺灣豬的這個標章 搞到最後連林務局 連里長都在那邊搞說 要發這樣的標章出來 而很多事情推到里長身上去了 那整件事情 農委會變成沒有關係 衛福部變成沒有關係 但是政府現在這個時候都說 萊豬進口是勢在必行的事情 不過署長 您倒是有提到一件事情 現在這個時候政府 你岂不是已經這個政府高層 可能有個大弊端 你在懷疑喔 為什麼很簡單 美豬不一定是萊豬 萊豬不一定是美豬 我們在座的這個我們的觀眾朋友啊 除了你是吃素的以外啊 我保證大家都吃過美豬 我們從2005年起就進口了美豬 進口了加拿 進口了丹麥 進口了西班牙的豬 這些通通是沒有萊劑的 對 那麼也吃了它的內臟 美豬的內臟 除非你全部都吃素 那大家吃的因為通通沒有萊劑 大家吃的很平安 對 對不對 那現在因為要進口很萊劑的美豬 反而大家都不吃美豬 所以如果你是美國這個養豬戶 你火不火大 火大 我如果是不用萊劑的 我就很火大 因為80%的美豬 現在全球100多個國家 都不用萊劑來餵豬 美國80%的這個農場 是不用萊劑的飼料 現在變成什麼呢 我們的教育部說 我們學生不吃美豬 不是萊劑喔 是不吃美豬 我們的這個國安部說 我們國軍不吃美豬 我們補導會說 我們的農民不吃美豬 大家都不吃美豬 你是不是得罪美國人 美國是我們最重要的門幫啊 這不是 這是美國的輸 我們的執政黨輸 最重要我們老百姓輸 那就變三輸啦 三輸啦 我問你這是什麼政策啊 這不是好政策啦 這真是莫名其妙 是 對不對 但卻偏偏要他進口啊 對啊 我們進口美豬 因為進口了15年啊 1.4也沒有啊 對不對 因為美豬比較便宜 為什麼便宜啊 因為我們的豬都吃美國飼料啊 在美國 這個在當地養豬 再把豬肉運過來 不是省很多錢嗎 對不對 那我不知道這個政策 為什麼跑出這種政策來 顯然一定是我們政府一定 我是有貓膩嘛 對不對 但是不是都很好嗎 美豬很多是我們進來的美豬 今天還在進口 對不對 現在還沒有到一元一號 還在進口 通通都是沒有萊劑的 對不對 嗯 合理懷疑就是說 我們一定是政府有高官 跟這個美國的養萊豬的大戶勾結 不然我們幹嘛要進口 指標美豬就是可能還有萊劑 因為以前的美豬都沒有還有萊劑啊 你說有這麼笨的政府嗎 你是拿磚扎腳嗎 對 所以你就可以合理懷疑嘛 所以如果監察院還算是一個獨立機關 是公正的 趕快去調查為什麼這個 蘇貞昌啊 為什麼陳其中啊 還包括我們的這個 防疫的最厲害的陳時中 通通都要鼓勵進口美豬 你標美豬 然後民眾要的是你要標萊劑 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邏輯就這麼簡單 你如果我是美國人 如果我是拜登 說你們台灣莫名其妙嘛 你進口美豬進口得好好的啊 你幹嘛今天要標美豬跟台豬 我們今天政府是要什麼呀 是要這個挑撥我們台灣人民 你跟美國政府 美國對我們很重要啊 對不對 哪裡有一個民進黨的政府 到底是要跟這個美國政府對幹啊 不是 這我講的邏輯對不對 很清楚嘛 沒錯 就這麼簡單的邏輯 好 謝謝署長 那個告訴我們這個樣的一個訊息 對謝謝 我們會胡桂 拉尾輯